男大生一笔一画在改名申请书上签下姓名 前一天他的名字叫林高架鲑鱼 随着寿司店的优惠结束 他要把自己的名字改回来 跟我名字会对不上啊 学生这个名字也跟我对不上 到时候很多东西要用会卡住 太麻烦了 寿司店退出优惠 让护镇事务所迎来一波又一波改名潮 以台北市为例 统计到3月18号晚上改名叫鲑鱼的就有52人 优惠已结束3月19号中午11点半为止 已经有11人改回原名 但也有人改完鲑鱼才发现悲剧了 好家在这位鲑鱼之梦是记错了 他其实还有一次改名额度 还不至于一辈子当鲑鱼 如果三次机会都用完之后 依性命条例的规定就是 父母 阿公 阿祖 那边如果有跟你姓名相同的 你才可以再办改名 或者是同一直辖市或县市居住六个月以上 能够找到同名同姓的人 但名字改来改去 只为了吃免费的一餐值得吗 总共12拖 13拖应该13拖 一万三 因为有五拖是请朋友的 所以就没有抓到那么多 不然其实应该可以两万多 男生收350 女生收300 不仅靠名字吃饭 还靠名字赚钱 这场鲑鱼之乱更登上外国媒体版面 英国卫报指出 虽然这现象很有趣 但台湾官员并不觉得好笑 要大家理性思考 日本版哈德芬邮报也称改名潮 让台湾官员爆头烦恼 更有在台日人指出 日本人看待名字很严谨 而且在日本改名很麻烦 如果活动是办在日本 肯定不成功 不过也提醒民众 这次吃完鲑鱼 下次可别再因为哪间餐厅免费而改名 否则改不回来 就真的走上不归路 黄语新闻 红市城 红夕与林嘉倩 台中博斗